嗨 大家好 今天是好久不見的四月愛用品分享 好啦 那今天這個打扮呢 就是有童年的感覺 我今天其實是因為這件衣服啦 這件衣服就是比較可愛 就真的有點像小女生的洋裝的那種花樣 所以我今天才綁了兩條辮子 其實我常常常常常被人家覺得是 比我實際年齡還要大的年紀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這樣 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個子不小 然後就是加上打扮比較成熟的關係吧 而且像我是年紀很小就開始化妝 所以有化妝個子又不小 穿著打扮又比較成熟一點 就常常會被人家誤認為就是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小就被以為是高中生 然後我高中就被以為是二十五六歲的人之類的 那我現在是二十六歲好嗎 這其實有一點點覺得小小困擾 但是真的我之前有在FB上面PO我 十八十九歲的照片給大家看吧 就是打很多人也覺得 就是真的跟現在看起來差不多耶 我十八十九歲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我講的這麼多我只是要說 偶爾換一點年輕的造型 因為我覺得我平常可能都打扮太成熟了 我已經很習慣那樣子的路線那樣子的風格了 所以偶爾還是要換一下就是 不同年齡層的造型打扮 最近就是上一支那個貴姊的影片呢 大家給我的反應回饋還蠻大的 所以呢 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邀請那位貴姊 就是來再跟我拍看什麼樣主題的影片 我覺得大家很厲害 因為那支影片裡面其實我們人蠻遠的 可是很多人都發現他的眼線或是睫毛 就是妝畫得很好 就其實我近看他本人 我覺得他的眼線跟睫毛都畫得非常好 改天有機會再請他來分享一下 就是怎麼畫眼線或睫毛膏 尤其是睫毛 我覺得眼線很多人分享 就是怎麼畫眼線給初學者 可是像刷睫毛 你去YouTube搜尋啊 或是部落格文章搜尋啊 是很多人有教怎麼夾睫毛 怎麼刷得漂亮 可是好像沒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那種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也還算是在學習當中 所以有機會在請那位貴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已經被兩三個人問我以前是不是貴姊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我一直非常好奇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我以前是不是貴姊 我不是貴姊 我從來沒有當過貴姊 而且我才工作不到一年而已 然後我的工作是設計師 所以跟化妝品完全沒有關係 好那就開始今天的分享喔 首先的話呢我先從非彩妝開始 因為我今天只有兩樣東西不是彩妝的 所以先從這個開始 它長得非常像那種中藥罐還是什麼 以前阿嬤家才會看到的那種罐子有沒有 然後這個其實它是髮油 我妹妹她去日本玩的時候幫我買的 然後這個是玫瑰的味道 它好像有分非常多味道 你看它跟中藥一樣有這個蓋子 把它打開之後 它是這樣子擠了不擠了 就一顆一顆的 大家可以就是 你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攜帶 像如果我出去玩或幹嘛的 那天可能要在外面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帶一顆放在我的包包裡面 然後它只要剪開擠破就可以用 像我頭髮因為我髮量比較多 然後頭髮比較長 所以我一次就是擠整顆 可是像我妹妹她這短頭髮的話 她可能就是一次只能用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顆 重點是我覺得它很好攜帶 像我去外面那個髮廊洗頭或什麼的話 就我有曾經有一次就帶一顆 然後就請那個就是幫我洗頭的人 幫我就是上那個髮油 然後它味道非常的香 這個我好像從來沒有看過人家分享過 所以如果有去日本玩的人可以買這個 那它還有其他味道 我不知道其他味道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去日本 下一個呢 是這個JOMALONE的香水 這一瓶香水是他們最近就是復刻的 就是那個三花系列 那這一瓶紫色的是梅花 那這個復刻的三花 其實我蠻覺得蠻驚訝的一個是 它是桂花梅花跟荷環花 那其實上一次出三花呢 它不是荷環花是櫻花 所以像我媽媽她很喜歡櫻花 她原本聽到三花復刻 她很開心想要再買一瓶櫻花 因為她櫻花快要噴完了 然後結果她復刻的是荷環花 那我是沒有聞過荷環花 但是我蠻好奇那個味道是什麼 這個梅花是我上一次復刻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買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一直缺貨 買不到 然後連二手的都買不到 完完全全買不到 然後梅花真的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看到它復刻有梅花的時候 我馬上就下訂單親代買 幫我買了 所以這個就 這是已經等好幾年好幾年才買到的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罐 我自己覺得 它的味道有一點點像那個 Chloe的那個經典的香水味 但是它的花味又更重一點點 就是味道層次有一點不同 但是是差不多的香調的感覺 那我們也就很久的香水 所以就是今天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最近他們家不是還有出那個白色包裝的 我突然忘記它叫什麼名字了 我原本也很想買 然後 但是因為我買了這個 這個月買了這個 所以這個月的扣打用完了 所以可能等下一個月 如果就是 嗯 它還有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買那個吧 嗯 我是Jo Malone的忠實粉絲 所以其實他們家蠻多經典味道都有的 我之前有拍過一個我Jo Malone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 我再把連結放在下面資訊欄 就是我之前有拍一支我所有Jo Malone的香水的分享 那這個就是新成員 接下來的話呢 我先分享一下我嘴巴上這個唇膏 它其實是 嗯 Chanel他們家新的這個 算是什麼 唇釉 我忘記它中文名稱叫什麼 但是它的質地比較像唇蜜那種 就是會油油亮亮的 然後 它其實比較像 有一點玻璃唇的感覺吧 就是它 特別的亮 我覺得它的頭 非常的 噁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頭 其實做得非常的 胖 所以你在塗在嘴巴上的時候 其實你 就是塗一下就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它這個頭很大 所以你看 它在我嘴巴上的時候 這樣子就已經是 差不多我整個嘴巴的寬度 它塗完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它 顏色蠻飽和 然後那個 水潤度很夠 所以你如果最近想要找那種 玻璃唇的那種 唇部產品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還蠻適合 那我的色號是 748 比較算是蜜桃色 就是想說可以用 上班上學什麼 我覺得都OK 這種亮亮的唇部產品 我覺得我每次看別人擦 都覺得非常好看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擦就會覺得很麻煩 就是會黏頭髮 會黏東西之類的 但是 就是 我覺得為了好看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就是它比較容易掉 然後你需要一直去補它 或是什麼的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兩個產品 那這兩個產品 現在都在我眼睛上 一個是SIGMA他們家的眼線液 那另外一個是 KISS ME他們家的 睫毛膏 那這個睫毛膏 是限量的 玫瑰棕的顏色 為什麼叫玫瑰棕 因為它其實是棕色 但有一點點帶紅色 其實是紅棕色 那這個SIGMA的眼線液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帶綠色 它不是純黑的一個眼線 那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眼線是這個綠色 其實不太明顯 接近黑色的感覺 這個眼線呢 非常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完完全全不會暈 在我的眼睛上完全不暈 畫的時候 我覺得也比我想像中的好夠了 就是 它的頭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已經 其實我已經很久 沒有用這種頭的眼線液了 然後我畫給大家看 它顏色就是 唉唷 它顏色就是非常的飽和 然後它真的乾掉之後 完完全全不會掉 很厲害 睫毛的部分 我今天就是有刷這一支 單刷這一個顏色 就是我的睫毛 它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捲翹度也一整天都不會掉 然後我用起來也不太會暈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睫毛膏 可是這一支其實我也有買它的黑色 然後 玫瑰棕我覺得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 可以讓我的睫毛 看起來比較那種 朦朧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 顏色不會這麼的黑 但如果你想要就是 比較稍微艷麗一點的妝的話 我就覺得黑色會比較適合 那咖啡色算是一個新嘗試 就是 我從來沒有擦過咖啡色的睫毛膏 這兩支產品是我這個月比較常用到的 然後 像睫毛的部分的話 我這個月非常喜歡刷睫毛膏 所以就是 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我這個月的使用率比較大 所以呢 就跟大家分享這兩個 而且我很少聽到有人分享Sigma的眼線液 但我用起來覺得它真的超級黑 就是顏色超級飽和 然後又不會暈 這個真的大家要去試試看 再來我要分享一個睫毛夾 它是我的第二眼好物 就是Suku的睫毛夾 Suku的睫毛夾 我知道非常多人都很推說它非常好用 可是我剛買它的前三個月吧 我真的是 不覺得它哪裡好用 然後 就是我大概把它放在那邊 放了三個月之後 我最近又把它拿出來用了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它 它看起來跟一般睫毛膏 一般睫毛夾 沒有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弧度其實 沒有很弧 它算是偏比較平一點的 所以像我的眼睛比較長的人 常常會頭尾夾不到 因為它如果弧度太彎的話 我的頭尾就會夾不到 這個睫毛夾我用起來就非常剛好 我整個都夾得到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發現 這個地方它其實距離很近 也就是我在夾的時候 我沒有我不是這樣子很用力 就是可以這樣子 大家知道嗎 就是通常那種 一般的睫毛夾應該超多都是這樣 可是這一支它距離很近 就是我在夾的時候是輕輕慢慢夾 就是小力多次的夾 它就可以非常的翹 眼睛上現在這個睫毛就是用這一支夾的 所以我後來就是最近非常喜歡用它 這個是我的第二眼好物 我剛開始覺得它還好 現在覺得它非常好用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天的眼影 就是這一盤 NARS他們最近出的眼影盤 這一盤眼影盤真的很漂亮 它是這樣子大地色系的眼影的配色 然後它裡面呢 比較特別的就是像這幾個 可以做眼影打底的顏色都是霧面的 然後像這幾個顏色都是稍微有一點珠光的 然後深色這個又是霧面的 所以像這個你可以把它拿來代替你的眼線 然後這些霧面顏色大地 它也有畫眼窩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就是一個大地日常可以用的顏色 也是不管上班族或學生族都可以畫 常常用得到的 而且它的粉質很細 又非常顯色 隨便弄一個顏色給大家看 就是它粉質其實很軟 它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如果大地主一定要收的一盤 這一盤真的很值得收藏 大家剛剛看到我的眼影我就是用這一盤畫的 然後我的眼睛中間有亮亮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我眼睛中間有這個亮亮的亮粉的顏色 這個是另外一個產品 就是Steela他們家最近出的這個眼蜜 他們家這個眼蜜最近還蠻有名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顏色來試試看 它其實是很多很多大亮粉的一個眼蜜 所以跟一般的眼蜜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像這樣子你把它塗開之後 它就是很閃亮很閃亮的一個眼影 通常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拿來疊加在中間 或者是你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它哪裡變得很閃亮 然後就是變成你一個 你今天的妝的一個目光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個眼蜜非常的適合 雖然我覺得這個眼蜜有一點小貴 因為像它這樣子一罐大概就是八九百台幣左右吧 我有一點忘記價錢了 反正我記得是不便宜 像我這樣子其實不算是濃妝的狀況 對我來講 這不是濃妝的狀況 我覺得它都可以做搭配 那濃妝的時候當然可以 就是我可以把它亮粉壓得更密一點 然後像這麼遠的距離 就遠遠的就可以看到我的眼睛超級閃亮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畢竟這麼亮的 就是這麼大亮粉的眼蜜其實還蠻少見的 再來的話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理膚保水他們家的防曬 它是算新產品嗎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它這個潤色 它的防曬其實有很多種 那我的這個它就叫潤色防曬 我之前上一支的那個妝容影片用的是小樣 那我後來用完之後就去買這個正妝了 那有一些人在問說這個會不會油膩 對我來講我是每天上妝的人 那它就是我的妝前產品 就是我的 算隔離霜 好反正隔離霜跟妝前產品 對我來講都是一樣的 重點就是要有防曬系數 那時候想嘗試這個的時候 就覺得它有SPF50 雖然我大部分都待在室內 但我覺得用這個對我來講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我就試試看這個 然後我覺得它潤色效果非常的剛好 不會過白 也不會完全塗開之後 就沒有那個潤色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不愛化妝的人 你用它之後 你還是可以鋪個蜜粉之後再出門 你就不怕覺得臉好像黏黏的感覺 因為像我用這個 我完全不覺得它油膩 可是可能是因為我會上後續底妝 然後我會上蜜粉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感覺到它油膩的狀況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剛剛畫的那個眼線 我現在這樣子怎麼戳都戳不掉 有掉嗎 沒有 然後你看我衛生紙想把它硬擦掉 也擦不太掉 他們家這個眼線液真的非常厲害 真的 再來的話呢 要跟大家分享是NARS的這一款 呃...腮紅 這一款腮紅是他們家最近 應該是算春夏春季新出的色號 那這個是我臉上今天的顏色 它長這個樣子 它其實是非常就是年輕的那種蜜桃色 我臉上現在這個顏色 就是比較夏天春夏的感覺 他們家最近也出了非常多新的色號 所以有興趣嘗試的人可以去嘗試看看 因為 呃...我也好久沒有買他們家的 呃...腮紅類的產品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新嘗試 因為像我最近最喜歡的腮紅 應該就是3或是suku他們家的腮紅 那再來可能是NARS吧 嗯...對 專櫃來講應該是這樣 我現在還沒有想起來其他的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也蠻好用 而且他們家的粉壓得很密 所以它用量很省 它不太用得凹 像這種顏色我覺得你是皮膚白的人 我覺得可能會更適合 就是擦起來就是非常甜美的那種路線 那今天的月份愛用品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like 也別忘了去加入我的facebook 最近可能快要有小抽獎活動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人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 掰掰